来跟进河马他们昨天下午第二个直播在维亚纳酒店 那边挺大的说了很多东西 想带开风向似乎伯伯知道了那些小三的指红 但无奈两个人已经去到世界级 不是网红是诈训的能力已经去到世界级 以及自己骗自己的各种 老公知道了当时是很不开心的 但后来也是转移了黑粉乱说 说什么都信 他去了维亚纳 大陆那边深圳维亚纳很出名的 因为性价比高和酒店的房间是大的 记得以前也住过的 300元左右很大的 大得很紧要 大得好像总装套房 然后多少钱?300元 真的很夸张 性价比很高 河马为什么不在香港居住呢 例如之前居住的红茶馆 说你一看 或者他那些图片就知道 小得很重要 可能300元也未必租到 为什么不上去呢 他都说知你了 因为维亚纳我没有记错 也要拍卡才能上去 不怕人送外卖 你知道就知道 起就起 一开播 又是Hello 然后嘻嘻 强颜欢笑直播 他有很多模式 现在大家慢慢开始捉他路 我找一集再拍摄 不过我也要详细整理 究竟河马有多少个模式 有多少个心理状态模式 这一集他就是 嘻嘻直播 即是强颜的 里面有很多心事 很多不安 很多委屈 但仍然坚持 硬正地面对 不知是否特意带风向 突然转移了 不停说离婚 似乎阿伯 不知何马吐鲁 虽然坊间有不同的学说 两个人又联合 但其实也不用联合 因为何马无端说离婚 他要带开小三个话题 他分析了小三个话题 他之前被人说人妖 不是人妖 即是变性人 他说有没有搞错 瘋子 我哪会变性人 不停重复自己主动提 明明别人都没有留言 他又说 说完一次又说 起码三四个直播 都会提 人们诬猎他是变性人 但这个小三 完全转移了视线 我做什么回应 也不是真的 我回来做什么 那些 不停晚讲离婚 我们下面再补充 但似乎 就读中阿八的死穴 阿八现在有个死穴 一读就叫到救命 强烈拒绝离婚这两个字 正是说 离婚这两个字我接受不了 阿八现在不可以没有了何马 所以既然一个人有死穴 就容易搞 何马就捉到他了 捉到这个阿八 原来你很害怕没了我 这个 两性关系里 一定不可以说没了对方不行 你一出现了这件事 你就是一个死穴 就被人捏着春袋走 然后主要讲来 想转移小三的话题 其实他们也很惨 昨天看回 不要说很惨 这班人也挺犯战 昨天他的时间表 主要是早上六点下来的 他早上六点 前几集我们有个网友说 有个朋友都是大陆上线上班的 就是六点多钟 总之六字头 不知六点六点半 在关口看到他们 在关口 即是 他要最少 六点或五点半 五点九 已经要起床准备 check out 你想想多作战自己 一早就下来了 六点多下来 转着火车 转到不知去哪 昨天去荔枝角 那天去了 公园 来到七点 吃完早餐 不过他们现在都不吃早餐 带着包点去到公园吃的 8点多钟 有一天8点直播 有一天9点直播 直到10点 完 回到11点多钟 昨天就两点也有人见到他们在美孚出没 你说几凄凉 六点 一早下来 8-10点 在某些公园喂蚊式直播 还行到什么都假扮 没有知觉 几凄凄凉 又热 又累 一天走到黑 两点又在美孚出现 期间应该回公屋 有人说 三点半又拍到 在罗湖出现 好像这个行踪是被人 免费私家偵探 请私家偵探未必跟得那么贴 三点半又在罗湖 接着五点就维亚纳直播 接着就完了 五点维亚纳直到六点 早上六点 12个小时 12个小时 伯伯没有休息 伯伯停地移动 伯伯 我们现在中年 你叫我12个小时走来走去 回去都散了 何况伯伯这76 和可能79 很快玩完 伯伯 这个阶段是 不知道谁作战谁 总之八是拿来战的 河马 就一直犯战开 没什么所谓 没有这样的事 他说 为什么要回应 小三那些 没有这样的事 那些人眼红我 想搞我 转移话题 八就信了这个方向 那些人 什么都可以乱说一顿 后来读留言就试图转移话题 后来又说八物 这些是特意带开了 其实也是那句 不回应 就等于物刑 没办法强烈否认 迴避问题 转移话题 这些一系列都是 上坚的操作 这个傻码是瘋得 说 昨天荔枝国公园的 突然断网 他就屈 在网民投诉 然后终断网络 意思是否 他认为网民可以向网络公司投诉 由网络公司收到的投诉会截断 河马相关的网络 是不是瘋到这样 有些人无知是可以去到一个很恐怖的程度 也连带怪责 那次在鼎泰峰屯门 网民那个 无故说 他看到餐厅职员接到电话之后 然后我转断网了 是不是弱智 现在可以 这么厉害 可以打电话投诉 你的网络就会断 网络也未必可以 网络也未必可以 马上关掉你的网络 是不是安装人家的网络 是不是傻码 有些公共网络可能只有30分钟 不奇怪 20分钟或一点不奇怪 他安装完只有20分钟 就断你播 什么傻呀傻呀 其实是那些乡下婆 所以 他以后都不敢在食店直播 其实他自己坐在一边 我都说他鼎泰峰那个 一直是无法呈现高清画像 很明显就是他 变成了一个屋头 那个摄势是差 那一集鼎泰峰我都说了 以前去过某家食店 他就近那些商场拜商场 有一些天桥 我很深刻那间店 正正在天桥外面 天桥是对出了户外的嘛 照看是网络应该好的 他竟然那个地区是死的 没有网络 不知是为什么 我唯有就阴谋论 他是不是想 食客就继续他的wifi 这些网络呢 还是刚好那个位置 怎么会盲眼到这样的呢 你旁边就是天桥 照计 应该唱通的 那些公共网络 他收不到 不是一架半架 是完全 接收不到 那些信号 可能逼人 帮助他的wifi 这些阴谋论 是有的 这个傻码 有没有那么厉害 可以打电话 去截断你的网络 现在我想 没有人知道你用什么网络 除非你又傻傻傻说 怎么截断你的网络 他说东章在片子做手脚 这个我们可以稍后再说 大家都在研究 我记忆是去说广西 但是何马就说 他老公是说广州的 但是为什么出街会变成了广西 就冤枉东章做手脚改了片子 逻辑错了 东章怎么知道你广东广西还是广东广西 真是广东广西 他怎么知道你广东广西 又不会知道你广西有黑背景 他为什么要冤枉你 为什么要整你 其实这里的逻辑是谋误了 因为他人们是不懂逻辑再逻辑再逻辑 现在很明显的广西有黑背景 他多次被谈广西 肯定有黑背景 还说 我真的不知道广西在哪里 你傻的 广西就是在广东旁 怎么不知道也知道在广东旁 为什么要这么明显地和广西割蓄 也就是一口咬定东章要特意 将他改成 AI改成 广西这个字去冤枉他 神经病 在那时候 其实没人知道你这么多复杂背景 就是你的傻伯说了广西 爆响了口 根本就是你回了广西 广西是有一些黑背景 你不见得光的 就是这么简单 他还要无端端去冤枪 用AI改 这里有点复杂的 但是很明显 你自己 再深入点去思考 他是自己爆响了口 又自打罪吧 这帮蠢人 真是 最惨的 蠢是没罪的 最惨的蠢是不知道自己是蠢 都没罪的 都不是大罪 蠢不知这些蠢 不得只 还觉得自己是世界级 那就死得了 说多少复杂背景 你想想这个人的底子 是花到一尺尺的 然后又说我不会分钱 我不会分阿伯的钱 他个人这么好 无端端就说 说到好像阿伯一定会拿回那四百五 就建基于拿回那四百五 就开始说那些离婚论 他说阿伯你拿回那些钱 你就回到身边 我和你离婚 其实这里有个逻辑谋误 如果 阿伯能够拿回那些钱 其实已经是和子女和好了 他回不回身边都是后话 首先是要和子女和好 但现在是没办法会和好 所以其实是不成立的 他能够拿回那些钱的话 既然他要和子女和好 就已经 不会搞到今时今日 他就是和子女不和好 才演变到现在 不能收拾 那些子女如果看到 如果看到这个阿伯几个月后 就可能都是输一口气 幸好那些子女 五子女开家庭会议 我都说不用你这个废白了 你看他多划算 多划算 什么都不划算 这个人 你看看跟着这个 傻碼 即是献世 可能那些子女都心想 你不要认我们 我都不想认你这个老爸 你不认我们更好 大家不要认大家 当我没有认识过 你没有生过 我们也没有 我们不是你出生的 不是你必出来 大家不要认大家 是丑的 你有这样的老爸是丑的 有之后你追回那笔钱 我就离婚 给他们看 其实这个逻辑错了 如果没有什么头脑 只听这句 就很动听 但实际是完全逻辑谋误 总之有朝一日你何伯追回那笔钱 我就正式和你离婚 或者我们离婚先 证明我不是为不钱 那你就可以追 总之都是错了 里面有很多谋误 何伯你不要和他计较 始终你留住他的血 说他们互相 你们一家人 回到子女身边 其实这一段说话 都是想带开了小三的风向 所以 很明显 小三的那件事情 99.99%是真的 只不过里面的细节 有多少是更加真 可能是加不加烧的 但是大浪 99.99% 还有 另一个99.99% 他广西一定是有黑背景 有些黑历史是不可以让人知道的 期待那些 偵探高手 更多的滑料 我们不介意捕水尾 其实 阿河 可能已经 拿了阿伯的钱 我这里 倒了股 河马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拿了阿伯的钱 但阿伯又说 在用着河马的钱 这对话都可以是两个邪猫的 子女看到这半年 当没了这个老爸 我觉得 如果我投入我是那五子女 幸好当天做得对 女儿 妹妹 你真是对 小妹 五妹 你真是对 那一段果断 然后大仔说 都说这个废白是废的 不要怪我们什么不看的老爸 你看 真是作战到这样 有得他自身截灭 不管他 不看 离婚就等于 证明是清白 老爸 不想让子女不回 那现在就立刻离婚 就立刻离婚 其实河马也知道 根本没可能追回那四百五 所以他也是在部署离婚 一来就不用烦了 那间公屋他都要保住 现在河马是很害怕阿伯做傻事 你以为河马不敢做吗 说走就走 踢你出门口不行 但是怕这个阿伯瘫起来又找冬章 又又这样那样 戒手 戒手 这样那样 真是 真是喝汤 喝迷魂汤 喝到一岁不省那些 你以为河马不害怕吗 如果真是拎出 人命 河马就有点烦了 所以现在多贴身高约都要钓着他 所以你看到刚才我说过 schedule 12个钟 由早上6点下来 搞搞搞搞 全程是四围去的 又美夫 又荔枝国 又罗湖 然后又会回家 然后 到6点又回到维亚纳 12个钟 阿伯没有休息 晚上我想他也不让阿伯睡 你信不信 整两整又搞搞阿伯 阿伯起床 喝点东西 什么什么 总之 令到阿伯没得休息 这个阿伯 有时间看 阿伯应该三个月内 身体会出状况 又有些新东西 到时有一天 可能第一天不见阿伯 第二天又不见阿伯 第三天大家问 阿伯在哪 阿伯是不是什么事 就会有下文 又是继续 还有几个月玩的 这件事情 总之阿伯说 离婚这两个字 我接受不了 总之 一讲离婚 阿伯就是 立即三大集 这个就是他的死缘 你不要提离婚 越提我越伤心 强调 又说是我追你的 不是 不是河马追我的 是我阿伯追这个河泰 总之是浪费狗气 然后其实说回那个小三 阿伯就是说 他原本看到这些留言 很激气 但是被河马洗脑 后来阿伯就动怒 说这些黑粉乱说 今天那些 即是今天早上的 荔枝角 那些小三论 这帮人乱说 他要激死我们 是吧 是吧 他们每样东西都不相信 那些人有没有尊重我们 是吧 总之 被严重洗脑 这个阿伯 还有 他有个明显死穴 就是 自然会被捏着春袋走 就是 你不可以离开 阿伯现在唯一 的身家性命财产 就是旁边那只河马 好像那些孤儿子 就是道道 条女生鲜 以前看那些 好像黄尖那些电影 什么事中真面目 还是什么 忘记了 里面有一段情节 就是说这些 总之 搞到条女 就是无家可归 和家人反了面 现在是中的 河马就 搞到阿伯和家人反了面 然后 还搞到他没有工作 是吧 就是后来 星期一上班 星期日晚 卷了他屁屁屁屁 就回不了工 老板不炒他 他也炒老板 令到他一无所有 这个孤儿子就变成他身边唯一 的资产 现在这个河马就是 就是沽爹马 沽爹河 就搞到这个阿伯 就是 是生是死 都是要黏着他 这样 令到阿伯没了东西 身边没了任何东西 唯有 死地气永远跟着这个河马 家人又 决裂了 然后钱可能已经给了河马 其实 阿伯说洗河马的钱 也有点缘机 其实我觉得 应该阿伯 盛余那些 使几钱 可能几十万 或者五十万 多少万 其实已经过了给河马 河马 拿数 要用多少 洗多少 就是河马 划事 因为阿伯已经觉得 他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给了河马 奉献给他 所以这个真的是 冤孽 最后就无端端又说到香港 香港用钱买东江水 都是要感谢的 那个就不长说了 我们都说了长了 来到这里先 看看大家有怎么看 看看今天河马又会不会有更多一些不同的伪论 去列出来 又再说 刚才开播之前就看不到他们开直播 不知道阿伯可能也挺累的 你只是单单算昨天的12个钟 也应该连续了几天 所以阿伯应该顶不住 顶到某一天 那个里面的腎上腺 那些分泌 分泌不够 就 一下子 就还回出来 身体机能 那就会是很大事 总之他今天如果 没办法出现 可能阿伯又是出了点事 怎么也好 我们先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 记得按个订阅支持一下